Hello, 又來到體壇盛事逐個Mark 繼續有我細斌在這裡 在這個節目我會繼續為大家介紹一些不同M品牌的大型體育活動 讓大家可以了解更多香港的體壇盛事 接下來11月27日至12月1日 將會有2023TTI Rewaki香港碧球公開賽 會在香港碧球中心和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的文化廣場舉行 我們就很開心了 因為我們請到幾位嘉賓 包括在我旁邊就是主席邱達根議員Duncan 還有香港碧球運動員有兩位上台我們聊聊天 包括有早前參加了第19屆杭州亞運的劉志君Alex 還有我們的旅球手湯志榮湯圓 是一個非常長的介紹 我先跟大家說個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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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了幾位來我們的節目 當然一定會有很多有關壁球的資訊帶給我們 首先問一下Duncan 不如為我們介紹一下我們今次這次的賽事 和以往有什麼分別有什麼值得我們留意一下 好的 麻煩你細博 我們今年香港碧球公開賽是由TTIMilwaukee贊助的 其實一如以往都會是世界最頂級的碧球比賽 我們這個白金級比賽 今年會吸引全世界最頂級的碧球手來 我相信基本上前列的所有碧球總指球手 還有男女子都會來香港參與我們今年的比賽 而最大的亮點就是我們殉眾要求 其實很多年來很多朋友都曾經見過我們的碧球場 是在一個戶外舉行比賽 我們經過了幾年在室內之後 今年我們重新找到一個很理想的地方 我們會在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隔離 重新舉辦一個戶外的碧球公開賽 所以今年的最大亮點就是我們是一個欺來讓往的廣東道路邊 亦都在一個西九文化區外的這麼新地標 所以我們相信除了我們迫球的粉絲愛好者之外 亦都會吸引很多市民去參與或看到我們今年的比賽 其實到時就會在氣局中心隔離的位置 就會建立好一個球場 然後大家就可以在這裡經過也有機會欣賞到 沒錯 我們會好像以前一樣有個室外的四邊玻璃場 亦都很感謝香港賽馬會贊助我們 今年是一個全新的碧球場 是一個四面玻璃場 我們亦都會搭回一些觀眾席 在那個場的周邊 當然走過的人 路過的市民 都會看到我們入面比賽的發生 經過也能夠感受到 你看看阿湯和Alex很開心 好了 跟兩位我們的運動員都聊聊 阿湯也是非常出色的我們一位香港的壁球球手 亦都剛剛打完這個亞運 得到這個藍團的銅牌 恭喜你 拍手拍手拍手 上年亦都在公開賽曾經 殺入了第三圈的賽事 今年再來 對自己有甚麼期望 那今屆和上屆都一樣 可能有世界頭五十的選手都會來 香港參加這個香港壁球公開賽 那我的排名在這個比賽裏面 可能比較後的 那跟上年一樣 可能我打每一場球都好像挑戰著 比我高排名的選手一樣 就好像每場球都是一個學習機會 我覺得我上年可以發揮到自己 應有的水平 或者可能打得更加好 就是因為我沒有想太多 我沒有被壓力自己 所以我覺得我今年如果想做得好 都是要有同一個心態 去繼續挑戰比我排名高的球手 而不要去擔心自己贏輸 或者做得好不好 因為最重要的是可以享受到過程 其實很多行運動都好像是這樣的 就是你享受到自己願意去試 放鬆了 其實就自自然而言 又打得更好 心態很重要 對嗎? 對嗎? 我也知道 神奇的話 當然你也一樣這麼神奇 知道我們剛剛也說 Alex就是香港一位很強的壁球運動員 當然一樣都是這麼厲害 同樣剛剛完成了亞運的女團銀牌的得主湯圓 你在香港壁球公開賽 一些過往的經驗又是怎樣呢? 還有你覺得對你而言 這個比賽和其他比賽有些什麼不同? 跟我們分享一下吧 其實我在香港壁球的圈子都一段時間 我真的想想想想 自從一、二年開始已經打香港壁球公開賽了 那時候還未是 好像登強所說 這幾年是一個最高級別的賽事 其實那時候沒有那麼多 高排名的球手在那裡 但是那時候都 小的時候 小一點的時候 覺得都是很仰慕這些球手 其實每年都可以跟這些頂尖的球手去打 或者是看他們現場看到 和在螢幕上看到 其實都很大分別 其實我這麼多年來都是一輪遊的 除了去年 去年就進入了第三圈 所以其實都很開心 可能經歷了一段時間之後 都得到一個不錯的成績 這件事也很重要 因為其實在一個活動裡面 無論你是最開心就做到運動員 甚至乎是做觀眾 或者用不同的身份去參與 其實都是很值得高興的 我們又說回這個賽事 我知道2023香港壁球公開賽 可以說是香港最具規模的壁球比賽 剛才我剛才說 我們世界頂尖的球員 也會來到香港參賽 大概知道你們會在比賽中 有機會會遇到的總之球手 會是哪位最想跟哪位去對比賽 湯圓先還是Alex 我先 你先回答 可能其實那些球手 我們近年出賽 可能打的機會都會大了 現在大家是水平高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暫時還未打過的頂尖球手 就有埃及的Hania El Hamami 其實我這些隊友都打過 其實我自己很想感受那個速度 他在場上很靈活的動動 是怎樣打 也很想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他長期高居頭三名 在籠子球手裡面 所以都很希望有機會跟他比試得到 終於成功了 好了 Alex呢 Alex有沒有想對到的 就是現在世界排名第一 來自埃及的Ali Farah 我相信他也是一個很模範的完美球手 無論是實力上 技巧 態度 就是所有東西他在場裡面場外 都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給到其他球手去學習 一個世界最頂尖的球手 應該是一個男模樣出來 那麼我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有機會可以在場裡面 跟他對女 或者叫跟他學習 好 預祝你們的希望 成真 夢想成真 最重要的是加油 因為 相信每一次的比賽 都是給自己一個成長 和進步的機會 好了 問完兩位球手 我們又問一下Duncan 剛才聽到Alex和湯圓他們 都想和很多世界級球手去打球 其實呢 又問一下Duncan 請我們一些世界級球手來參與 又有什麼困難 有沒有困難呢 困難 其實最大的困難就是 你要搞到一個白金級的比賽 因為這個是最大的困難 因為白金級的比賽 你要有一定的獎金 你申請那裡要跟我們國際的組織 去跟他申請的檔期 那麼這方面 也要有一個長時間的討論 當然最難得也是要資金 你要搞一個白金級 要有這樣的獎金 我們沒有這樣的贊助 也不可以舉辦到 但是只要我們能夠 滿足到一個白金級的比賽 基本上我們這些前列的球手 他都一定會到的 因為在他的計分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差距 如果他不參加 那麼對我們來說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球員 很多時候 雖然他們經常出去比賽 但是你可以第一 在主場打 第二 就是你來到 有時候我們可能 我們叫做外卡 我們有些球員 可能排名很近 可能差一點 那麼我們都可以 給他去參加 我們香港北角開賽 和一些世界最頂尖 不同排名的球手去打 我相信主場也有很多威力 對嗎 我記得去年 劉子李打POKOA 對嗎 那些都很精彩 在主場 亦都是一些很好的機會 給大家對比賽 這個都非常重要 剛才登行都說了 所以能夠成為一個白金級賽事 很多樣的配套 或者很多困難 都好像迎刃而解 這個都非常重要 我也知道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 在2004年 就開始在香港舉行的 一些認可的大型體育活動 就授予了這個M品牌 我相信這個都非常重要 大家經常都聽到 M Mark這個品牌 我知道2023香港壁購公開賽 亦都是其中一個獲得M品牌 認可的大型體育活動 亦都是非常高的規格 我請問一下登琴 拿到這個M品牌 其實對於舉辦這次的賽事 有什麼幫助呢 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香港壁球公開賽 很多年都有獲得M Mark的支援 第一就是M Mark在我們的賽事經費上 有一個配對 在政府這方面 可以對我們成功舉辦的賽事 非常重要 第二當然就是宣傳 因為始終M Mark 就代表了有一定水準的一個比賽 在一個世界上或者香港 都是一個有一定代表性的比賽 這個在宣傳等等 亦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步 當然 我們現在香港要做世界體育勝士之刀 我們其實有更多M Mark的比賽 亦都可以吸引更多球手 令到我們自己本地的球員 運動員都可以提升水準 或者真是多些大賽經驗 其實最近大家都看到我們在體育方面 有很多突破 獎牌 最近亞運也大豐收 其實也是因為類似M Mark的一些計劃 可以幫助到我們更多賽事在香港 即是一個高級的賽事 亦都在多方面 都可以令到我們的廣大市民 去認知到 亦都有一個機會 至少我可以踏出第一步去參與 這個也非常重要 這就作為主辦方的感覺 好了 我們回到球手 真是打了 又開心了 因為馬上開心了 你們認為舉辦大型體育活動 如何幫助到運動員 和香港體育發展 湯遠你應該有些想說 我覺得其實 從小到大都看著香港公開賽 其實作為一個青少年的球員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目標 去給自己進步 因為其實你去看這些球手 去比賽 你會自己學到很多東西 我記得小時候 看他們這樣做 會不會自己試試都行呢 那時候還不行 但是現在就會覺得 都對一個青少年球手 一個很好的發展 作為我們全職運動員 就會覺得 那麼多時候我們在出外比賽 其實在香港打 就會有很多支持 很多家人 朋友 或者其他迫球愛好者的支持 其實讓他們認識更多 我們其實對於推動整個迫球的發展 或者是整個運動生態發展 可能更多人訂購 其實越多人打 我們的進步就會越大 這個也非常重要 我又問一點點 Alex 你覺得如果真的在香港主場打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真的會興奮一些 或者會真的令到自己 所有事情都會輕鬆加興奮呢 我覺得兩方面都會有的 一來會興奮 二來會有相當的壓力 那就看看自己可不可以 處理到那份壓力 如果真的處理到的話 那些支持是遠遠超乎你的想像 我覺得 所以就真的好看自己 如何去控制或者去 去處理這個心態 如何利用這個主場資 來打好自己的波 其實始終在自己的地方 那一定是有個優勢的 至少家人朋友來支持都容易一些 隊友 平時我們沒有那麼多隊友 可以出去看我們打 在香港打 就會有很多隊友出來看你 真真正正可以讓大家去感受到 究竟平時球員是做什麼的呢 我們可能電視 或者真的要社交媒體才可以見到 但真的可以切切實實 讓大家近距離去看得到 亦都支持到 這也非常重要 那我又問Duncan 剛才你說過 其實今年在壁球這個項目 多方面都大豐收 特別是剛剛過去的 杭州亞運會 真的非常豐收 拿到兩銀四銅 總共有六年的獎牌 Duncan 你對於 未來的壁球這個項目 在香港的發展有什麼展望 其實剛剛 杭州亞運會 都引證了香港壁球的水平 我們的球員全部表現都非常好 其實我們兩銀四銅 但你看到我們兩個銀 其實你說拿金一點都不會奇 我們運雙 你說有機會可能拿金一點都不奇 水準是非常近的 湯遠也贏得精彩 我們對戰 其實都是 看到我們的球員 其實在亞洲來說 都是最高水平 我們比賽最後就看臨場發揮 但是你說要拿獎牌或者亞洲的表現 我們一定非常好 接下來的展望 其實我回來聽了很多很好的反映 他們都說這次杭州亞運 電視拍出來的效果非常好 因為以前很多人可能沒有看過直播 尤其是這次杭州亞運本地的場館 真的那個水晶宮起得很漂亮 全部都是玻璃場 電視拍攝出來的效果非常好 很多人說 以前都不會為意原來壁球那麼好看 所以這次我覺得 隨著現在的科技或者球場的進步 就更加多人了解壁球 也看到我們有好的發揮 以及水平和獎牌的數目 我的展望就是 希望我們有更多年青人參與學習壁球 我們可以有更多人讓我們選擇 這樣就能夠培訓到更多的運動員 我們其實都看到我們一代一代一代 就算有人退役 跟著我們新的球員 其實大家都全部能接到棚 一路以來我們都能夠出現很高水平的運動員 所以我們一定可以繼續生火相傳 希望更加多人參加 很重要 至少最快可以在氣谷中心旁邊 就已經可以讓大家看到 這是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可以在近距離 整個感覺不同 我在電視旁邊叫 和我真的可以在現場 一起感受的氣氛 那個興奮感一定差很遠 我又問問幾位 其實這個消息應該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知道壁球成功入選 2028年洛杉磯奧運的感受 大家三位 不如跟我們的觀眾一起分享一下 對這個消息有什麼感受 當然非常振奮 因為我們壁球來說 已經過去三屆的奧運 我們都爭取可以加入奧運會 其實過去三屆也有種種原因 未有被選入奧運項目 其實以世界上各種評分制度來說 每一個州有多少人打 有多少廣泛去舉辦活動 有多少職業球員等等 其實壁球也是排在很前列的 所以這次很開心 終於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 加入了壁球 我想對所有壁球運動員來說 是一個好事 亦希望吸引到更加多人參加 我也希望奧運會會不停有壁球這個項目 這個非常重要 作為球員們 兩位有什麼感受呢? 兩位 我當然是和大家一樣激動 收到的小聲 真的很開心 那 終於 壁球入到奧運 有一個更加大的舞台 給我們一直以來 這麼努力的球手去發揮自己 是 是 真的 那種開心 很感動 很感動 我哭 要哭 不要哭 不要哭 還要是 可能我現在還能打到 那 會覺得 會不會五年後 自己還有機會 可以踏上這個舞台呢? 我想 這個消息給大家 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力 無論你是一個 比較年齡的球員 還是現在 都會是一個 很好的感受 給大家說 你有能力打下去 看看你有沒有機會 會不會入到奧運 代表香港打 所以我覺得 這是 百里二無一海 真的有一個目標很清晰 讓大家可以去追夢 我知道夢就在這裏 我就要去追他 要去失踐 很重要 加油 五年後等你 不要哭 你講到想哭 很興奮 湯圓呢? 我開始就半信半疑 這個消息還未相信 那時候就覺得 未必是真的 未到最後宣佈 不要那麼老頂 不要相信 到知道了 其實 不知為何 內心真的很激動 你只聽到這個消息 在裏面 你就已經覺得 其實 雖然我們可能在過程中 不是做爭取那個 但是 我都相信 我們整個壁球的圈子裏面 一直以來 大家都很渴望 都很努力地去 展示給全世界其他的人 或是運動 我們其實 壁球是 值得在裏面玩的 玩著一屆先也好 起碼我們 值得這個機會 還有 經常在社交媒體 看到人們很帥氣地 寫奧琳兵 什麼時候是奧琳兵 我們都覺得 很帥氣 參與奧運 一定是很開心 但是 即使 到時的形式是怎樣也好 但是 都會覺得 自己是 終於 有些 我終於被這個體育界 接納的感覺 所以 都是 又開心又激動 但是 好像 Alex 都會是一個很好的 推動力 給我們 所有人 任何年紀都好 都會希望做得更好 Alex 湯圓 是機會了 我們相信 我們的觀眾 香港市民 都會為你們 加油 Duncan 都會為兩位加油 最重要是做好自己 這是最重要的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再次 謝謝Duncan 謝謝Alex 謝謝湯圓 來和我們分享 各位球手 都要加油 未參與 迫球運動的球手 我也當你們是球手 都要加油 希望可以踏出第一步 嘗試這個運動 最重要是 記得到 碧球中心 和戲曲中心 去支持 各位 有份會打 香港碧球公開賽的球手 大家 加油了 好嗎? 好 我們接下來 還有很多不同的 N品牌的活動 陸續都會舉行 大家一定要繼續 標準我們 我們下次 看壇盛事 逐個標準 再見 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